诸位信众,大家平安 明圣经中提到 意思是说 圣神先佛所流传的经典 蕴含着日常生活中 必须谨守的伦理道德 是我们立身处世 永恒不变的真理 行天宫经选 《列圣宝经合策》中的经文 与大家分享 期盼世人 皆能落实神明开示的宝贵法语 奉行八德 圆满五轮 一同建立更加祥和美好的社会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出自太上感应篇 这句经文是 以敏人之凶 乐人之善 祭人之吉 救人之为 这句经文的意思是 见到他人为非作歹 误入歧途时 我们应怜悯对方 因无知无明 而陷落罪恶之中 而能以耐心 劝导感化 期盼对方早日觉醒 改过向善 见到他人行善积德时 我们应欢喜对方 能将正确的知见 实践为正确的行为 并真诚地表达肯定与鼓励 见到他人遭遇极难 而有迫切虚用时 我们应及时不失 给予帮助 至上温暖的慰问关怀 协助对方安度难关 见到他人身陷天灾人祸 等意外 而有生命危害时 我们应极力救援 忠心祝福对方 尽快脱离险境 转为为安 而怜悯的心念 欢喜的鼓励 及时的不失关怀 救援的行动 都是人的体现 人是爱护 慈悲 怜悯 不忍人受苦的 恻隐之心 也是上天赋予人的 良知良能 我们要展现一颗珍贵的人心 就必须去除私心贪欲 效法天地 负债万物的无私之心 秉持如天纯净 如地忠厚的良心德性 善待他人 爱护动植物等云云众生 喧空师父开示 人的心靠近神的心 就是要有慈心 即是提醒世人 礼尽神明 不只是求个人的平安 最重要的是 学习神明 拔苦与乐的慈悲之心 以众生之乐为乐 以众生之苦为苦 才能体悟神心的无限红身 消解个人 对外物的贪恋令习 去除内心的傲慢偏见 建立平等 善待众生的正见 期盼大家都能发扬善性 提升道德 保持心灵真诚美善 让我们的人生 社会都能更加和谐平安 旅行